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将表决一项应急防疫拨款案 为联邦政府各部门防疫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上周末透露 众议院全院将于本周表决一项应急防疫拨款案 媒体报道指两院拨款委员会主席 已在周末商讨制定拨款案的细节 预计这项拨款案总值在60亿至80亿美元之间 将支持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国务院 国土安全部 国防部等机构开展防疫工作 两院民主党领袖都计划在拨款案中加入条款 禁止特朗普政府动用其他部门或项目的资金进行防疫 也防止当局将这笔资金用于防治传染病以外的用途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希望 拨款案能在修会前的这两周完成立法程序 并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 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超级星期二进入倒计时 在新冠肺炎疫情较严重的加州圣克拉拉县 当地选举官员预计投票率会高于四年前的初选 不会受疫情影响 圣克拉拉县是旧金山湾区人口最多 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选民超过95万 有官员表示少数担忧疫情的选民 采用邮寄等提前投票方式 但并未因此放弃投票 有部分选民对于总统候选人感到难以抉择 也有选民表示疫情并未影响其投票意愿 同时鼓励其他人积极参与投票 迄今为止 圣克拉拉县已经出现9位新冠病毒感染者 是加州疫情的重灾区 伊朗新冠肺炎疫情恶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 要向伊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并暂时取消对伊朗的部分制裁 与瑞士开通向伊朗的人道主义贸易通道 然而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表示 伊朗怀疑美国向伊朗提供帮助的动机 在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一直在敌对伊朗恶意宣传 伊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收到相关的消息 伊朗也不会指望美国的帮助 穆萨维还说因为疫情 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的三国首脑峰会 暂未最终确定 而对于美国和塔利班签订的和平协议 穆萨维认为 不会影响伊朗和塔利班的谈判 金河组织发出警告 称世界经济正面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风险 全球央行承诺将采取必要行动 稳定金融市场 当地时间2号 高盛集团在报告中暗示 各国央行可能采取行动 协同降息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 及美国财长穆努钦当天表示 支持美联储紧急降息 金融市场预计 美联储本月将至少下调利率25个基点 可能下调50个基点 有机构预测 美联储可能在3月17到18号的政策会议前 实施降息 专家表示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 可能在2008年以来首次协调降息 更多投资者押注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加拿大央行 将在本周政策会议上放松货币政策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田纳西州中部3号凌晨遭龙卷风吹袭 造成至少7人死亡 约40座建筑物损毁数万户断电 遭龙卷风吹袭的纳什维尔满木窗仪 大量建筑物被龙卷风刮倒 木块瓦砾散落一地 当局已设立应急避难所 收容流离失所的居民 据电力公司指 有4个变电站 15条主要配电线路 以及多条电线杆和线路 遭到龙卷风的破坏 造成超过4.4万户居民断电 田纳西州会在3号举行 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 虽然受龙卷风影响 当地学校当天需要停课 但学校的投票站依然开放 在西雅图附近的一家 老年护理中心出现新冠确诊病例后 这家老年中心的死亡人数 在2号攀升至4人 致使华盛顿州共6人死亡 总特朗普本周在白宫 会见美国制药企业的代表表示 敦促加快疫苗和药物的研发 特朗普称疫苗最快 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就准备好 但美国国力过敏 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夫妻表示 疫苗投入使用 还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 此外特朗普还表示 随着疫情的发展 不排除扩大旅行限制 美国卫生部与疾控中心的官员都表示 目前新冠病毒对美国公众构成的威胁 仍然很低 美国民众不应该改变 或者取消任何在美国境内的旅行计划 特朗普也表示 在2020年大选年 举行大型选举集会依然安全 纽约州长库默 周二正式签署了 4000万美元的应急管理授权款项 应对州内新冠疫情 这笔拨款将用于纽约州 聘请更多的员工 购买更多的设备 以及其他必要资源 来应对不断升级的疫情需求 库默表示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升级 州府正在尽一切可能来对抗和遏制 上周库默提出了 这项4000万美元的 紧急追加拨款法案 以确保纽约州 拥有最有效的应对疫情所需的资源 周一晚 纽约州议会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 自纽约确诊了首个感染 新冠肺炎的病例之后 纽约华人纷纷开始紧急抢购口罩 囤米囤粮 位于纽约中国城的华人超市 周一早上就人头攒动 不少居民排队抢购口罩 消毒液 粮油米面和卫生纸 由于担心疫情席卷停工停血 华人囤积最多的食物就是大米 基本每两位走出超市的华人顾客中 就有一位扛着一袋大米 除此之外 疫情爆发还导致美国口罩稀缺 以及价格飙升 在1月下旬 一盒50支的医用口罩的价格 平均为10美元 但是现在一盒的价格 已经飙升至了100美金左右 N95口罩更是按支出售 一支口罩能卖到25美金到30美金 高价口罩已经成为了华人的避险资产 随着本周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在美国不断的增长 全国教育界正在为最坏的情况下的 应激计划做准备 如果健康威胁持续存在 不少学校考虑关闭学校 或进行在线教育 美国教育局长协会执行董事 多美内克说 该组织以建议校长告知父母 其所在地区的紧急行动计划 如果病毒传播 可能会执行该计划 另外全国学校护士协会 执行理事马奇克表示 该病毒尚未在美国大面积流行 但是由于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 卫生官员正在审查 他们的紧急计划以作应对 此外疾控中心上周晚些时候 根据各地疫情情况 也向学校和日拖中心 提供了不同的指导方案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订阅 我是小诗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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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